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今天要继续去关注新疆的问题 新疆在美国最近推动了维吾尔人权法案之后 你看看现在有动作 新疆的自治区主席扎克他说 新疆的再交易营已经结业了 人已经放出来了 也就是说新疆再交易营已经都关闭了 给我们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 那么首先应该是肯定的 美国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是有效果的 这跟老共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老共他们的家属大多都是在美国 在澳洲 在加拿大 在这些地方享福呢 如果美国真的制裁起来 那他们确实害怕 所以说我们才看到新疆自治区主席扎克 他说这个新疆再交易营已经结业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了 那你就被套路了 你要是真的相信老共他完全妥协 那只是说明你很傻很天真 之前说过几次呀 历史上老共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人民妥协过呀 也没有对美国妥协过呀 都是在利用美国 都是在欺骗美国 利用人民欺骗人民啊 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给老共起个玩意叫什么呀 叫撒谎大师啊 本来他们就是谎言治国啊 他给人民许下了诺言呢 有哪个兑现过 从来没有 他只要撒一个谎 他就会接着说更多的谎言来圆这个谎 所以说他说的话 你不能信 你听个三分 或者说你反着听都行 扎克尔说这个在交易营啊 已经结业啊 也放出了一些人 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已经放出来了 但是啊 有很多人的他的这个健康啊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甚至有些人已经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必须要依靠家人的照顾 这都是在那个在交易营里面受到的摧残的 健康这一块 这正是对以前啊 对外说什么 这个在交易营啊 是为了去极端化 是为了反恐 是为了这个更好的人权 是为了更好的新疆 对这种解释啊 那已经是进行了打脸了 那么从在交易营里面出来的人 怎么会变成这样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那你要说这个在交易营的目的是为了反恐啊 为了反对东突啊 这个说法很好 因为恐怖分子啊 人人得耳诸之恐怖分子 人人都恨 虽然说新疆有一些恐怖分子啊 但是新疆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恐怖分子 几十万上百万的恐怖分子都抓起来送到这个在交易营里面去 你拿这个反恐来说事啊 这根本就不成立 本来对于这个关闭在交易营这个事吧 我第一反应是一个怀疑态度啊 第一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妥协 就算是真的要关闭是吧 那怎么也得磨解个一段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算是真的要关闭在交易营 这么多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全部都给放出来 开会研究一下 是吧 在下达这个 然后在下达这个指令 然后再到执行 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这不可能这么快 第一时间我看到这个关闭在交易营这个信息啊 我是不信的 接着呢 我又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说 自己被抓走的亲人呢 他们并没有回家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 这说明我推测的不错 由此你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 这个新疆在交易营啊 他并没有完全关闭 所释放的人呢 也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么关闭是多少 那释放了多少 那这就缺乏一个真正的可信的数字了 我是想告诉大家啊 千万不要相信老共说的话 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反着听 你才能够判断出这个最接近真相的这个事情 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吧 所谓的自治区 什么新疆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内蒙自治区 它并非是真的自治 虽然说表面上看 你打开地图上面写的都是自治区 你看那个新疆内蒙的自治区主席啊 也都是少数民族 但实际上那都是跟老共做了利益的勾兑或者说是权力的交换 那举个例子 你说现在的内蒙的自治区主席啊 布小林 他的祖父是谁 他的祖父就是当年的内蒙王乌兰夫 他的父亲呢 是布赫 一家三代都是内蒙的自治区主席 这很有意思吧 都是自治区主席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当年呀 乌兰夫他跟周恩来做交易啊 内蒙的主权给老共 但是乌兰夫的家族以后就要内蒙的治权 主权给你 我要治权 容易理解吧 所以说内蒙的高官呀 全部都是他们家族的人 这些资料呀 不是我呼吸 也不是说是别人给我爆料 这些资料这个维基百科都有 你自己去看 你去查一查内蒙的高官 基本上都是来自内蒙古的土木特索奇 这就是乌兰夫的大美英 内蒙的政治啊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政治 你放大了说整个中国呀 他都是一个家族政治 咱不扯远啊 之所以扯内蒙这一段啊 就是想告诉大家 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 它并非是真正的自治 你要想当这个自治区主席 去享受荣华富贵 你就必须得跟老共做交易 做利益交换 然后呢 是吧 你把主权给了老共 你有这个治权 然后你才可以去贪污腐败 你才可以去包奶养小三 享受这种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新疆的这个自治区主席 咱们说过新疆啊 不管说是之前的诺尔白克利 还是现在的扎克啊 不可能是真正自己少数民族当家做族 特别是对于新疆 新疆又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特殊啊 他本来就是少数民族啊 然后呢这个江土面积就这么大 然后又连接多国的边界 然后又有不同的信仰 所以说这个新疆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老共他不可能让一个所谓的外人去当这个主席 你看似是一个外人是吧 他要给大家 他要给大家传达一个假象 我这让他们自治 他们是维吾尔人 你看这是个维吾尔人 他是自治区主席 当然如果说是不听话 那就给你扣个帽子抓起来 诺尔白克利他据说就是啊 暗通东突组织给抓了起来 前几期节目讲了 其实老共跟东突啊都不是好鸟 结果呢都是人民啊 家在中间受家败气 一边是东突在祸祸 一边是老共在祸祸 人民是家在中间两边都不讨好 那么这位扎克尔主席 他肯定也是代表老共的利益 他所说的话 他所发言 必须要经过上面的点头受益才可以 你说像关闭新疆在交易营这种消息 能随便往外放吗 这多大事啊 那往外放 那也是要经过一些探讨之后 再往外放 他放出这个目的呢 我归纳也就是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信号呀 释放给美国看 给美国看 川普啊 你看我放人了 是吧 我关闭在交易营了 你美国的面子呢 我也给了 以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你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了 那以后我在美国生活的孩子啊 什么私承子啊 什么情妇二男们 是不是得网开一面呀 不要为难他们 这是第一个目的 他是给美国看的 那第二个目的呢 那就是为了继续忽悠人民 做给新疆少数民族看 以及做给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看 对于新疆少数民族 他就忽悠嘛 看吧 老天开眼了 共产党还是好的 我把你们的亲人给放出来了 然后呢 让这些已经团聚的人啊 对老共是感恩戴的 青天大老爷呀 是吧 那个让子弹飞里面 动不动扑扑一跪 青天大老爷呀 要这个效果 对外呢 都是忽悠那些 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 怎么忽悠 看好了 是吧 你们这些企划群众 不嫌事大 是吧 我放人了 我关这个在教育营了 你们都该闭嘴了吧 该收声了吧 该干嘛干嘛去 别老盯着这个在教育营 去制造这个舆论攻势了 甚至啊 在扎克尔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吧 我还可以去推测一下 他的内心世界 他可能会怎么想 他想 你们这些人呢 你们去多关注香港反送中吧 你们多去关注美中贸易战吧 你们多去关注这个韩国瑜大选吧 关于台湾问题 你多关注吧 别老盯着我了 是吧 别老盯着新疆了 是吧 我这个自治区主席也不好当啊 夹在中间也是受加班气啊 是吧 他心里可能也真的会这么想啊 话说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醒目了吧 维吾尔人权法案吧 虽然说有一定的作用啊 但是啊 在主观层面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关注 还需要新疆人不断的抗争 更需要墙内所有老百姓的普遍觉醒 新疆的问题 他不是这么轻易去解决的 而且放人就那么算了 他做的恶怎么去审判 难道就那么白白的算了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也不会这么就轻易的去结束 以后这个事情啊 它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咱们再持续关注 稍微再补充说个几点啊 对于新疆啊 很多人说最多的什么话题啊 特别是那些爱国者小粉红 他们总说那些都是江都分子 就要活该抓他们 我之前我也说过 对于这种独立的问题啊 就应该去取决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觉 他们如果说大多数人想要独立 那么就可以让他们去独立吗 国外也有那种独立派吗 西班牙有家族 美国呢也有家族 西班牙呢加塔罗尼亚 然后呢美国呢是加利福尼亚 都是要独立 但是你见有多少人坐牢了 多少人被抓了 没有吧 你只要你是在一个合理的诉求之下 你上街去表达你的诉求 谁抓你呀 你看美国他抓了什么 加利福尼亚的这种独立分子吗 西班牙有抓 但是他是对社会秩序 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影响 因为有些人呢上街 一上街就冲动 一上街就放火 就打打抢 那样的肯定要抓了 影响到社会自然了吗 所以说对于这种僵独啊 大家应该换个角度去看问题 并不是说是闹独立 就一定要喊打喊杀 对于新疆有疆独 对于西藏呢有藏独 对于内蒙啊 还有蒙独 蒙独大家没听说过吧 有哪些人要多 有独立 有三蒙想独立 一个是内蒙的蒙古人 一个是外蒙国的蒙古人 还有一个是俄国的蒙古人 就是俄蒙 俄蒙内蒙还有外蒙 这三个 有这么一个蒙独势力啊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台独 除了台独还有港独 这都是五毒俱全了 以后咱们有时间 咱可以把这个五毒俱全 咱可以慢慢说说啊 每一个独立呢 咱们都可以做一些话题 对于这个独立的问题啊 咱们可以把这些地区啊 他们历史啊 渊源呢 可以说一说 特别少说民族啊 大家可能了解的少一点 香港台湾的问题呢 大家了解的多一点 网上信息呢 也比较多 这就等于做一个节目预告吧 没有关注的 可以适当的关注我 喜欢我的节目呢 可以适当的为我转发 为我点个赞 好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吧